藝術其實是令人之所以為人的一件事 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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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看你的內容 如果我做先中山我是覺得很可愛的 其實很可愛因為先中山也是廣東人 他也是廣東人 他跟我的高度差不多 年齡差不多 如果簽了鬍子的人說也很緊 我就感覺這個角色挺有趣 但有時我又會搞另一些戲 譬如我以前搞那個戲《伴我的同行》 就講中國的《海倫海勒》 程文輝的故事 這種我就編和賭得我 但這種我就感覺他們的故事很值得講 所以有時你做編導 就要看那個故事是不是很吸引你 有時你做演員就覺得這個角色 就是很想做 譬如他來中景輝 有時他都會講大家聊天 他都會說我真的有時很想做哪個角色 那King Sir就是有一部 但他也是演的 他的興趣很大的 有時他也拍電視劇 那些 所以呢 每個人的那個取向是有點不同的 我曾經試過有一年 帶一個戲去中學巡迴演出 那個戲呢 就是講學生學校裏面的故事來的 講一個邏底橙的故事來的 那我很記得呢 去完之後一年之後 有個年輕人就來個團 就問我們 我想暑假跟你們學一下東西 行不行 那他跟著就說 那去年我看過你這個戲在學校 那他就說呢 原本呢 我們班學生想拆桌 那我說 為什麼你沒有啊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老師呢 那時候是逼他們去禮堂 就說要看戲 他們當時呢 就很抗拒 覺得 有什麼好看呢 那然後呢 誰知道一開場呢 就有教員塞過 老師在罵著的學生 他們當時呆了 然後看完整個戲 他們自己搞劇社 原來是什麼呢 我們香港學生 很多沒看過話劇 但是 他的心理上 會覺得 話劇等於悶 誇張 文藝康 看不明 所以他們有 想著拆桌 但是當他發覺 原來 其實他發現一件事 原來戲劇 可以講自己心聲 所以他們搞劇社 就是說 他們發現了 戲劇原來可以表達自己的 可以講自己的問題 他們就用這個戲劇 去表達自己 我覺得 這件事 對香港的觀眾來講 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戲 能否令他感覺 跟自己的生活有關係 不一定是講香港的 譬如你以前有一部戲 叫《等待果堂》 那個戲呢 是方辦劇 那個時候呢 一做的時候 很多人不明白他做什麼 但是他現在 慢慢的人看 就會 有時你可能感覺 他裡面那些很荒誕的東西 人生都是這樣 很多荒誕的東西 可能你從那些地方都有共鳴 所以不一定是說你身邊發生的事 而是你看完那個戲 那你感覺到 哎呀 哎呀 我也有同感 中國話劇的歷史呢 是多過一百年多些 外國呢 很多千年 所以你看外國的 drama的書店呢 很多劇本買的 但是你反觀 譬如你在香港的書店呢 你會發覺 講戲劇的書固然少了 劇本更少 所以其實呢 我自己的感覺呢 我們叫做一劇之本 其實我們要好似 慢慢用一百年 二百年 幾百年 我要積聚一些 我們創作的戲 而那些戲呢 是以後可以流傳下去的 那譬如你舉例 你沙士比亞的戲 到現在還沒有 其實都有人做 那肯定呢 我們其實 作為香港搞話劇呢 我們要留 譬如杜國威的劇本 《我和春天有惠惠》 《藍牙十三樓》 都出版了 其實那重要呢 就是 將來後人還可以做 有一個文本在 將來有別的演員去演繹 別的導演去演繹 但起碼你有了一樣遺產 所以其實呢 我們香港搞話 千萬不要在劇本上面 就交白卷 因為你要傳承下去呢 就是那個文本 所以這些是很重要的 所以將來我都很希望呢 能夠搞一些網站 就是怎樣呢 就介紹香港一些劇本 就那個網站呢 我希望可以 因為呢 內地譬如 內地的觀眾呢 未必看得到廣東字 那或者第二天呢 我們將一些好的戲 我們介紹 然後將它變成 不是廣東字了 用回他們食體的字 那時候呢 我們就將香港的作品呢 就是多些流傳去作品 那個重要是什麼呢 令到編劇多些收入 美國呢 因為香港一個編劇呢 你寫一個劇本呢 你得到一個酬勞呢 杜國威也說過的 他說如果計算起來呢 他每個月的人工呢 是低過一個費用的 那但是這個世界 你要鼓勵人寫作呢 就要有多些吸引力 我覺得他們是 完全應該給多些報酬的 但是香港的市場窄 長數不多了 你譬如在美國 阿芬·曼娜 他寫了 Death of a Salesman 推銷完之死 其實呢 如果在紐約州 有幾個團去做他們 他要給版團給 那整個美國這麼多個州 每個州都有人去做他的戲呢 那那個作家就 多些收入了 那其實香港的編劇呢 很多時候就不夠人 將他慢慢包裝 所以在外國呢 編劇是有他的代理的 就是那些代理 是幫他去介紹給人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香港 未來的畫劇呢 就這一點 我們應該做多些事情 你在說什麼 其實我們在看 你會不會看到 你會不會有這個 我會想到 你會不會有這個 你會不會有這個 我會想到 你會不會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